OK 你從小在澳洲長大 然後曾經國中的時候很叛逆 有逃學啊 對 但我逃學 跟別人想像的逃學不太一樣 人家逃學翹坑是往外跑對不對 我是在學校裡面 從這一個教室跑到另外一個教室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我瘋狂地愛上吉他 然後我在上課的時候我就想說 我想要...就手很癢 因為當時呢 因為我爸看到我回家瘋狂彈吉他 他已經抓狂了 我爸就把我吉他藏起來了 所以我在回家又不能彈 在學校不能彈 我想說我在學校校內跳課 然後就偷偷溜到音樂教室裡面去 天啊 對 然後每天就這樣子練 然後老師永遠找不到我 那你真的就躲著為了彈吉他 對 為了彈吉他 然後直到有一次你知道 俗話說好 夜路走多了你知道 終於遇到鬼 然後我在那邊彈... 聽到...我聽到腳步聲了你知道嗎 我聽到腳步聲 其實外面是那個我的音樂系老師 他在裡面聽到琴聲 我聽到腳步聲 他聽到琴聲 他也很害怕 他往那邊走 然後我就躲在那邊拿吉他這樣子 然後他門一開然後就尖叫 對 但是後來我把我的故事跟理由 告訴老師 我音樂系老師超好 他說沒關係 以後只要是自修課的時候 人家在看書 我幫你簽一個名 你就來音樂教室 所以你這個講述故事的方式很JR 對... 怎麼說 這件事 你是被他感染的 這是這麼戲劇誇張嗎 我原本還想說 至少這三個裡面只有一個怪怪的 只有我們看起來 沒有 我剛才想順便接說 他其實當時就這樣一直發抖 對... 然後結果演出了一個... 這輩子沒有彈出的core 要螢光色的太陽 就是小時候這是你畫出來的太陽 對 沒錯 所以才會發現你有色弱的問題 對... 不是我自己發現 是幼稚圓老師發現 他自己發現不了 色弱到底是什麼的狀態 我現在看出來 他對我來講很正常 他是黃色的 他會有一些東西 沒辦法進到視網膜裡面 你如果看他是黃色 所以你看到那個螢光綠 你也以為是黃色 對 沒錯 所以有些顏色有 有些是... 對 其實像是偏綠色的 還有棕色的 像你現在坐的沙發 我們坐的沙發 其實我看不出來它是什麼顏色 那你看到的是什麼顏色 這是什麼 對我來講就是灰灰的 對 但是我大致上的一些的三原色 我是看得出來 我也可以開車 OK 對 不會有危險 對 你看到我們女生的妝 你會不會看到很奇怪 比如特別灰還是特別怎麼樣 濃妝的女生 其實不會 但是如果說我身邊的異性朋友 如果他們染一個頭髮 然後我是完全不會發現 我是完全不會發現 所以他回家說 寶寶我今天哪裡不一樣 從前會變深會 酷耶 所以這才變成你專輯的主題 很酷 對 然後就把 因為 三原色是正常的 對 因為我的感覺是 好像上天 可能讓我對視覺跟顏色 沒有那麼敏感 但對音色很敏感 對 所以我就把音樂的音色分為 三個不同的曲風 放在了三張不同的音樂當中 這個很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酷的結合 一個概念 對 很不錯的概念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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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